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游戏是童年生活的一部分 游戏甚至也代替教育 成为现代儿童文学的主要观点 有多少父母会和自己的孩子玩游戏 例如妈妈扮演虎姑婆 爸爸扮演虎伯伯 这类游戏好似鬼抓人 被抓得尖叫连连 抓人的亢奋莫名 游戏于是展开 你跑我追 如果有三个以上的孩子 保证惊声雷动 整个屋子都在摇汗 两个女儿小时候 很喜欢我和她们玩虎姑婆的游戏 不但自己享受 还推荐给连家小孩 有一次 经过他们房间 正巧听到军宁对来玩的小朋友说 你要不要玩虎姑婆 我妈很会抓人 和大人玩 很不好玩耶 小朋友摇摇头 不会不会 我妈超会玩 她会张出很可怕的样子 叫出很可怕的声音 军宁接着很神秘 压低嗓门继续说 她还有一个绝招 很会啃小孩子的手指头 啊 我不要 那小孩一边笑 一边缩着颈子 双手环抱住头 做出害怕的样子 超好玩的 保证你玩了还想再玩 我妈真的好像虎姑婆 军宁两只小手 夸张地捂在小脸前 好像一对虎爪 好啊好啊 那我要玩 叫你妈一定要来吃我 那孩子缩在双臂下的 圆圆红脸蛋 好兴奋 我妈最喜欢吃小孩 白白胖胖的手 军宁认真的把小朋友的手 抓过来仔细端详 那孩子笑得更大声了 我这个站在门外的虎姑婆 只好捏手捏脚 一生不想溜走 在女儿心目中 我算是尽职的虎姑婆 这让我想到一个童话故事 巫婆与黑猫 大意是说 巫婆住在黑漆漆的房子里 养了一只全身黑不溜溜的小猫 巫婆总是会坐到 踩到小猫 或把小猫绊倒 摔得鼻气脸肿 于是巫婆就开始用巫术 把小猫先变成绿色 再变成彩色 害小猫躲在树上不肯下来 最后巫婆想通了 她知道 要改变的不是小猫 而是环境 于是她把小猫变回黑色 把房子变成彩色 这个故事其实在告诉我们 巫婆很像许多大人 在考量事情时 不自觉以大人的立场为主 因为自己的盲点 而造成孩子不仅不被看见 且在都是为你好的名义下 迫害改变与伤害了孩子 所幸我不是巫婆 两个女儿也不是黑猫 我是虎姑婆 两个女儿是很享受手指头被啃的小孩 有时候她们也扮演虎姑婆 我则是被啃指头的小孩 融入孩子的幻想世界 不仅可以引导她们的心理情绪的抒发 对自信探索的应变 也有了很大的注意 记得有次虎姑婆游戏结束 大人小孩泪成一团 虎姑婆没力气啦 不能煮饭了 我摊在沙发上 可怜的虎姑婆 啃指头啃得很累吧 影影体贴地捏揉我的下巴 我们帮你一起煮饭 君宁为我捶背 我在心中偷笑 这是我最想听到的 我们母女三人 快快乐乐地进厨房 我托米 影影抢着洗菜 君宁在一旁听差 这样的情景 现在回想起来 依旧如昨日般的温馨清新 前阵子 君宁带着当年的那个小邻居回家 他们都长大了 变得礼貌而矜持 但谈到小时候 女孩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 一张可爱的圆脸 顿时像小太阳般充满了光彩 啊 那时候在你们家玩虎姑婆的印象 到现在还很深刻 变成我童年时很快乐的回忆 信不信 我妈到现在还很会啃指头哦 不过 吃的是鸡爪啦 说吧 两个女生抱在一起 笑得很开心 随着孩子的长大 虎姑婆啃指头的绝活 早就不管用了 但是听到两个大女孩的对话 我又蠢蠢欲动起来 下一回 在玩这个游戏时 不知道啃的是哪个小孩的指头 也不知道哪个孩子会说 记得要来吃我哦 或急着伸长小手到我嘴边说 要啃堪听一点嘛 大人何妨有时 也变成大的小人 和孩子一场混战 保证立刻拥有孩子的单纯快乐 受益的岂止是孩子 而童年的意义 不就是一代代浪漫纯真的 憧憬与回忆 感谢观看